饭店的小酥肉为什么那么好吃 炸酥肉到底用淀粉还是面粉 今天分享一下详细做法 这样炸出来的酥肉金黄酥脆 放凉也不会回软 视频结尾有详细比例 炸酥肉首选梅花肉 这个部位有肥有瘦 吃起来口感更好 切的时候不要太细了 要不炸出来口感发柴 跟小拇指粗细就可以 盆里面放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加入开水烫一下 烫一分钟捞出 过一下凉再挤干水分 放到案板上切碎 再随便剁几下 肉切好以后加入姜末 加入小葱碎 调味加盐 少量胡椒粉 半勺13香 这些肉一共2斤 打两个鸡蛋 不管是炸酥肉还是炸丸子 都要往里面加水 肉吸收了水分 吃起来口感更鲜嫩 鸡蛋主要是起到蓬松效果 不要多放 放多了酥肉容易回软 炸的时候会起很多浮沫 不好操作 多抓拌一会儿 让水分吸收 调料抓匀就可以了 抓匀以后腌制20分钟 然后加入淀粉260克 尽量选择这种颗粒的红薯淀粉 用红薯淀粉炸出来 口感最脆 加入120克普通面粉 加水的时候 一次性不要放太多 把淀粉和酥肉翻拌均匀 拌匀以后 稍微的粘稠一些 能挂在肉上就可以了 抓起来看一下效果 放一点食用油抓匀 防止下锅以后粘连 锅里烧油 用筷子试一下油温 刚冒小气泡就可以 大约是4成油温 酥肉下锅以后能定型 慢慢飘起来就可以 油温不要太高 要不酥肉炸出来 外面是熟的 里面是生的 全部炸定型以后 轻轻的搅动一下 全程用中小火 火不要太大 炸至定型以后捞出 把所有酥肉 全部先炸一遍 油温五成热 下入酥肉 还是用中小火慢炸 慢慢的把水分炸干 这样口感才酥脆 每天都分享 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麻烦伸出您的发财小手 点赞关注转发一下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 还可以找到我 这个是炸了 三四分钟以后的效果 颜色刚有一点发黄 继续炸两三分钟 炸至颜色金黄 就可以了捞出 放凉以后看一下效果 这样炸的酥肉 金黄酥脆 放凉也不回软 直接吃 做糖醋里脊 涮火锅 做酥肉汤都特别好吃 点头像金竹叶 还有更多美食视频